路口处雙载骑士在桥下带转起步 突然间遭到撞击人喷飞 另一个角度的监视器 当下红灯已经亮起 却有骑士闯红灯 一面撞上双载的母女 三个人全摔车落地 其中求信妇人伤势较重 让家属很担心 事发之后在二十七号 警方调查当时十八岁汪姓骑士 刑警奉人路建国路一断的时候闯红灯 撞击载着女儿带转 要往建国路骑的抽信妇人 男骑士擦措伤 但妇人颜面骨折 住进家户病房观察 家属控诉造势者态度恶劣 莫不关心判司法还他们一个交代 从回车户路口多刹道路车流不少 张贴告示提醒又怒人 此处车破都需要当心 附近民众透露这里闯红灯 围停的状况很多 不遵守交通规则 抢快酿成事故 反倒是让无辜受害者的家庭 受到冲击甚至破碎 华视新闻许立森高雄报道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